在溯源问题上 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进行讹诈和胁迫 也没有权利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 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 昨天我也就此做了详细阐述 中方郑重呼吁 应对美方开展三个彻底调查 一是彻底调查美国疫情源头 二是彻底调查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和责任者 三是彻底调查德特里克堡 及200多个美国海外生物试验基地存在的问题 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敦促美国配合调查 提供透明的数据和渠道 兴人品地存在的预防 大学生物试验基地存在 兴兴人地存在